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随着沙堆的高度而变化 这是因为我们有安装深度感测器的关系 运用这样的性质 我们就可以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地形和地貌 例如在你眼前的这座山 另外沙箱本身还具有水流模拟的功能 我的示范 我们先将刚刚的山丘改建成水坝 然后在里面蓄水 要怎么样蓄水呢 非常简单 你只要将手掌放在沙箱的上方 这时候 你的手就好像云朵一样 可以触发地貌沙箱降雨的效果 好 水库的水蓄满了 那我们准备泄洪 那我们准备泄洪 一 二 三 开始 水流沿着我们设计的河道 顺着河谷 由上游流至下游 最后聚集 形成湖泊 要记得 它不是真的水哦 一切都是投影所造成的效果 但这整体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世界 这就是地貌沙箱 一种扩真实境的运用 All right 今天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欢迎下次有机会再来玩哦 Bye Bye